小朋友水池里玩得好开心 但这里不是游泳池 而是高雄寿山动物园 重新开幕后碰上放暑假的 第一个周末人潮就爆满 轮短一个礼拜 入园人次就高达一万八千人 对啊 两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很消暑 夏天很适合来这边玩 爸爸拿起毛巾边擦 和边带小孩看河马 好羡慕动物可以泡在水里 但是外太热没关系 还可以躲到动物园里的咖啡厅 吹吹冷气好凉爽 仔细看玻璃门外围着铁栏杆 原来这里在整修前 是星星住的笼子 凉 不错 很漂亮 好天气大家纷纷往外跑 但是热门景点不止高雄 屏东小琉球也是人山人海 但这里的地标花瓶岩 胶岩上却被刻了字 照片上清楚看见大大的君字 左边还刻下几字号 当地居民发现气得拍照发文 珍贵资源被破坏 当地居民好心疼 游客来离岛完居然恶意 苛志留念 美工德新的行为恐怕已经触法 依照观光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损坏观光地区 或风景特地区的名胜 或自然资源 最高可罰五十万元罚还 要是无法恢复原状 最高可开罚五百万元 暑假出游留下纪念跟回忆 可别乱刻字 反而留下骂名有失功德心 好奇新闻 简月灵张俊慧 赵若萍高雄屏东 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